全世界是超级市场的中国 最近光是女性内衣市场 一年两千亿台币的商机 甚至还不够 每年是以20%的比例快速成长 而中国最大的女性内衣业者 现在已经决定要自创品牌 我们带你们来看看 内衣不支持内衣 大陆最大女性内衣品牌 砸下巨资 盛大举办春夏内衣秀 不止内衣外传 更融合中国产业跟春风情 波罗展现实力还特别打造 这款黄金甲 用500多公尺长的金丝打造 向上160克转时 重量超过500公克 您看波特尔穿的走秀时 重心明显往前移 花一年的时间变质而成 而且这个黄金纹修呢 是照着这个比较精细的蕾丝 完全的一比一的去绑制的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华丽 这场秀排到世界各地寻找 20多名超模 其中大多数还帮维多利亚的秘密 走过秀 是不是要打造中国版维多利亚的秘密 业者很低调 维多利亚秘密呢 我想它是想像一种 就是比较张扬的一个品牌性格 然后一个就是很华丽的 一个一场大秀 我们呢是还比较走专业的路 就是我们会很好地 用中国的元素 来产现给所有的国人 包括给国外的友人来看 让他们更加喜爱中国的一些元素 专来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艺人 鼓励代言 看得出想拓展国际市场 事实上大陆的女性内衣市场 每年有400亿人民币 约2000亿台币的升级 还以每年一到两成的比例增加 大陆业者展现企图星 要让本土品牌 也能反攻欧美 站上一线品牌 再一项再重复 美金过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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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